歡迎收看小熊老師 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在這一集呢 要開始教這個幾何的問題 首先先來這個複習一下 也許有一些學生在 國小的時候就已經 吸收了一些知識 比如說什麼叫做魚角呢 什麼叫做補角呢 如果兩個角度 合起來是90度的話 那這個圈圈跟叉叉都是互為魚角 我們這樣叫做互魚 我們說叉叉是圈圈的魚角 然後圈圈是叉叉的魚角 他們兩個互相為魚角 所以叫互魚 那什麼是補角呢 如果兩個角度合起來是180 那這樣子這兩個角度互補 圈圈是叉叉的補角 叉叉還是圈圈的補角 所以兩個角度互魚就是合起來 是180 兩個角度互補是合起來 是180 那又換句話說 所以魚角 A的魚角就是 比如說B嘛 那他就會是這個 B是A的魚角 90度-A 是要點這個度啦 我有時候忘了點就算了 不要跟我計較 然後 B是A的補角 的話就是B等於180-A OK 好然後接著 再來介紹這個 凸的N邊形 內角都一定會小180 什麼叫做凸N邊形呢 就是說我們往後介紹的N邊形 一律是這樣子的 比如說這個1234567 這要發直一點 好 好像這樣是七邊形嘛 那這就叫做七邊形 或叫凸七邊形 那這個凸到底什麼意思呢 既然有所謂凸 就會有所謂凹嘛 比如說我今天假如要畫一個凹七邊形的話 我就畫這個1234567 這樣是不是就凹的了 對不對 那這個就凹七邊形 那在這裡就是說 我們以後介紹的多邊形呢 主要都是 沒有講的話 預設就是凸的多邊形 那只要他是凸的多邊形的話 你會發現他每一個角都 都不會拉到一直線嘛 對不對 至少他每一個角都不會是這樣 欸 就是過去了 這樣180 不會嘛 每一個角都是一個 這樣子的 就是 這樣子的一個角 不管是很尖的還是 很不尖的 那盾的 那不管是月角還盾角 至少他都是一個 小於180度的角 那所以凸N邊形的內角 每個都會小180 那凹的就不一定了 因為所謂內角就是說在裡面的角 所以像這個 這一個 他的內角就超過180 可是如果我們沒有講的話呢 預設是凸N邊形 那他的內角都一定比180度小 那附帶一體都比0大 那個 如果你想要把他抄比基本上的話 在這裡多補一個 大於0 然後 內角加外角就是180 這個是 外角的定義 比如說這個 多邊形 那 我這裡有一個內角 他的外角是多少呢 他的定義就是說 把他其中一條邊拉長 這個就是他的外角 所以他的定義 外角的定義就是 內角的 那一條直線拉長的另外一個角 所以合起來是一定會180的 因為這個是從定義來的 好 然後 也許在國中 大家有學過這個 三角形內角合 三角形內角合是180 然後三角形的外角 是兩個內對角 或者說外角合是360 有一些我們到後面學三角形還會再介紹 外角等於兩個內對角 內對角合 那什麼意思呢 這個內角合是180 在國小的時候 我們都是這樣說明的啦 就是說 我有一個三角形 所以我把這個角撿起來 這個角撿起來 這個角撿起來 把這三個角拼起來 那你就會發現他剛好可以拼成 拼成一個 就是一條直線 在學生接受了這個 三角形內角合是180之後 後面這兩個道理就可以很 直接用推算的 既然我們知道每一個外角 都是內角的補角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這個有 1 2 3 角1 角2 角3 是180 那這個地方是180-1 他的外角是 這個外角是180-2 這個外角是180-3 所以這三個外角的合起來是 1 2 3 3個180是540 540-1-2-3 那因為角1-2-3合起來180嘛 所以他的外角合就會是540-180 3 360度 這樣子吧 那如果要說這個外角等於兩個內對角合也是一樣齁 既然角1跟角2跟角3合起來180 那麼 一向 加角3等於180 所以一向你會發現 角1-180就是角2加角3 對不對 好把他移過去 角2加角3是角1-180-角1 開始 那這個時候呢180-角1就是他的外角 所以外角等於另外兩個內角的合 這個是有所謂內對角的合 OK 這個是有關幾合的基礎 也許大家在國中已經學過的 接下來來介紹這個三角形的外角合 那剛才已經推算過這個 三角形的外角合是360了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 四邊形的內角合 五邊形的內角合 六邊形的內角合 幾邊形的內角合要怎麼算呢 有兩個方式可以去計算他 第一個方式呢 是透過三角形內角合是180的這個方式 這個角度來去處理的 我們 如果在N邊形裡面固定一個頂點 講清楚要固定一個頂點 要不然你線會亂拉 固定一個頂點可以拉出幾條對角線呢 如果你就固定這個頂點的話 四邊形可以拉一條 五邊形可以拉兩條 六邊形可以拉三條 可以嗎 那 基本上這個道理很簡單 你有N邊形 如果我有N邊形 如果你有N邊形的話 就是你有N個頂點嘛 四邊形有四個頂點 五邊形有五個頂點 所以N邊形跟五角形 六邊形跟六角形指的是一樣的事情 那如果你有N邊形的話 你會有N個頂點 自己不可能跟自己拉一條線 這個先扣掉 然後這個 自己拉去最外面的兩個 像你這個六邊形為例 他拉去最外面的這兩個 就不叫對角線 叫做邊嘛 所以也扣掉 所以你可以拉出去的 對角線的數目 如果你固定一個頂點的話 你可以拉出去的對角線的數目 就是你的N-3 四邊形就拉一條 五邊形就拉兩條 六邊形就拉三條 可以嗎 那在這個情況下呢 你拉出一條線就可以把這個N邊形切成兩塊 拉兩條切三塊 拉三條切四塊嘛 所以你可以切出來的三角形的數目呢 是N-2 可以嗎 那這樣子的話呢 在這個四邊形裡面 1 我應該不要跑 1 2 3 4 5 6 角1加角2就是這一個嘛 角4加角5就是這一個嘛 所以角1加角2加角3加角4加角5加角6 合起來就是我們所所謂的這個四邊形內角合 那四邊形他所有內角的合呢 就會剛好變成是兩個三角形的內角合 所以因為你四邊形可以切成兩個三角形 所以你的內角合就會是2乘180 可以嗎 五邊形的內角合就是5減2 因為你可以切出三個三角形 乘180 為什麼呢 因為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這樣子 全部合起來 欸少數一個 9 不好意思 這個 1 7 8 合起來是這個角嗎 3 4 5 9 所以1 1 2 3 4 5 8 6 7 9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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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五边形的内角合一定会是三个三角形 所以刚刚讲过 180乘以3是540 可以吗 那如果是六边形 他的内角合就是6-2 4乘以180 4乘以180是720啊 可以吗 所以六边形内角合是720 所以四边形的内角合是 360 五边形是540 六边形是720 n边形是n-2乘180 那我再说一次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因为你n边形的话固定一个顶点可以拉出来的对角线有n-3条 于是可以切出n-2个三角形 所以n-2个三角形的话呢总共合起来就有n-2乘180 那我们要先来看看他的外角合会是多少 外角合的做法有两个 也有两个推论的方式啦 简单来说就是你也可以 一方面是可以从这里去推论外角合 或者说你可以先推论外角合再用外角合推论内角合 外角合如果不依靠内角合的推论呢有一个说法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 五边形 四边形好了 简单化一点这样 那我四边形我要他的外角是不是我要把他的线延伸 对不对 那问你这样子这些角合起来是 几度呢 其实你如果这个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可以想像自己 坐着直升机开始往上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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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往上越飞越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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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从上面看下去 从上面看下去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地方看起来就很小 如果我的线是无限延长 那他最后这个四边形的地方就会很小就会变成这样 对不对就变成这样 然后那继续往上继续往上 越飞越高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的你看到的线就会是这样 对不对 于是呢 问你这个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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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几度 所以其实他就是 360 所以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推论 不管几边形都一样 他的外角合是360 那你在已经知道这件事情的情况下 我们来看这边 这个我有一个四边形 那我想要知道他密角合是多少呢 这个是180-1 这180-2 180-3 180-4 这就是他所谓的四个外角的合 对不对 那我已经知道他四个外角的合呢 是360的话 所以这四个合起来是180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减掉脚一脚二脚三脚四合起来 对不对 那我已经知道 180有四个 减掉内角合会是外角合360 所以内角合就是180有两个 所以一样如果今天是 五边形 他就会有 一 二 三 四 我刚才这个内角合这个角合这里 那其实都可以 就是 只要跟内角成180都是内角 就是外角 都是外角 所以呢 我这里有五个角 五个外角 那这五个外角根据刚才的说法 最后你伸到高空中看起来的 仍然会是这样子 所以合起来仍然会是360啊 那这五个外角分别是180减 180减1 180减2 180减3 180减4 180减5 所以合起来会有12345 5个180 5个180 减掉不知道减多少结果减出来会是360嘛 那因为360是两个180嘛所以五个180减的就是三个180 那你就会知道说内角合合起来的部分就是 3个180 540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样去推论内角合 或者怎么样我们可以反过来 刚才先用三角形切割出三角形的方式 先推论了内角合之后呢再拿内角合来推论 所以说呢 这四个角合起来 是 4个180减掉360 所以就是360 这五个角合起来 是5个180减掉 540 所以也是剩360 所以N边形 不管几边它的外角合就固定会是360 可以吗 就带大家一个作业 我们这集的作业是请大家来推论推导出 正N边形的一个内角 给一个提示很简单 就是 我要求正三角形的内角怎么样 正三角形的内角合 是180嘛 对不对 所以一个正三角形它的一个内角是60 所谓正 就是说它每边都相同 而且它每个角也都会一样 这样叫做正 所以正方形的内角就是 它是正四边形 所以它正四边形内角合是360 于是它的一个内角就会是 360我们是 2乘180嘛 对不对 然后除以 4 所以它一个内角会是94 那来试着去算算看 正1234567890到 12 18 20 它们的内角分别是几度 OK 下一个问题 有一个正N边形 如果它内角比外角是5 9比2 请问它 这个N会是什么 有一个 另外 有一个正N边形 如果它内角外角是9比2 那它这个N会是什么 也就是说在你刚才 算到这个正N边形的内角 的时候呢 最后去 想想看 就是真的是 正N边形的话 它的内角 会有什么样的特色 外角会有什么样的特色 好 于是就可以推论这两题 再进阶一点的问题 我们今天的课上到这里